这些鞋都是从等一个人拿过来的 都是你最爱吃的 我说你就吃点吧 你不吃你会虚脱的 或者你就大哭 大哭呢你爸就会心疼你的 比较认真点 老大 他知道错了 知道错了 我怎么没有听到某人说道歉呢 是 把你和妖女关在一起 是我的错 我会道歉 也会向妖女道歉 妖女 你是个没教养的孩子吗 人家冯芳平睡对你那么好 你叫人家妖女 老大 小孩觉得好玩 这不是一直都什么叫 行了 别说了 平时都是你们惯的 要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喝 你 你个昏君 打将军是坏人 害人不浅 还害我母后 亏你还帮着他 你自己昏了十日就算了 可不许你来着我去报仇 又开始胡言乱语地说疯话了 年纪轻轻爆什么仇啊 摘着 他妈到底是什么人哪 怎么把孩子交成这样 还有那个柳儿他们 到底是什么人 你查清楚了吗 就是冯芳的亲戚 好像的确是来自很古老的地方 见什么人都要行大礼 跪拜什么的 还真的是穿越来的 没什么玄乎吧 你再去帮我查查 谁是大将军 还有妙之妙连到底是谁 我去问了 等等 你顺便去冯芳的店里面看一下 冯芳她在干吗 不像她的风格 这么淡定 按照平时的话 早就封阴封语骂我一顿了 还有静静呢 静去哪儿去了 怎么最近这么多的怪人呢 老大 我问完告诉你啊 我先进去了 走 这孩子的性格 还真是和我一样倔 我先进来 小姐 拜拜 救命啊 同学们 快来救救我 我不认识他们 放开我 放开 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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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 什么事 什么呀 quote 他们是什么人啊 都是我土豆老爸搞的事 快别问了 快走吧 来 走 上车 你这是坑我吧 有车就不错了 总比你走路强吧 快 那你这两轮的 也跑过四轮的呀 逆向思维一下 你快走吧 快 快 喂 任性 我告诉你 别再派人家走我 我任性可不是 省油的刀 再见 皇上 皇上太可怜了 皇上从来没有受过 这么大的惩罚 他可是怠上我 和太后的心头肉啊 姐姐 皇上他会没事的 没事 我知道了 一定是他来了 他又争死皇上 是拓拔将军回来了 拓拔将军 谁呀 谁是拓拔将军 你说什么 拓拔将军 皇上太有意气了 为了报仇 居然愿意接受这样的惩罚 你先别说这个 听说你见到了拓拔将军 你们都认识拓拔将军 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 你的眼中 还有一丝丝的兴奋 你 你不会是 跟拓拔将军串通好的吧 你吃痛我 吃我底 你不要血口喷人 最好不是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我就去告诉警察叔叔 不是 怎么回事啊 谁是拓拔将军 拓拔将军 拓拔将军 就是皇上不共戴天的仇人 也是他的主人 拓拔将军是有苦衷的 不是你这种等闲之辈 能了解的 我 我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 谁是拓拔将军 谁能告诉我 你就是特务 他怎么成特务了呢 炒什么仇啊 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 做不做生意了 好了 嫂子 不是 那个 姐 那个 去看看元宵吧 孩子一个人怪可怜的 姐姐 求求你了 你去看看皇上吧 我就搞不懂了 为什么每次都让我来 给他们擦屁股 我 我才是圣海人 你们问过我吗 不管 不管 我就不管 小祖宗啊 你看啊 这款是一百三十八的 这款呢 是一百六十八的 哭 我说小祖宗啊 你就赶紧吃两口吧好不好 你要饿瘦了我怎么向他们交代啊 我不吃 好啊不吃不吃 最好别吃 道德败坏的小朋友根本不配吃东西 正可我一 你饿死了我也不管 一百五十八的 你也别管了 大哥 不吃就不吃 我早就看出来你的计较法了 我又不是三四小孩 不会被你哄老大 最好放一万个线 你走开 有些人想太多了 你吃不吃的 跟我没有关系 关键是我有的吃啊 叶伯 听说我们附近开了一家五星级的饭店 那我们今天就去大吃一顿 好好地庆祝一下 走 我是看出来了 你们爷俩真是合情伙儿了 欺负我呢 我这牛脾气啊 牛宝宝我不管了我 这小子完完全全是我的种 跟我一样硬骨头 真不知道该开心哪 还是该怎么好了 什么玩意儿 谁的品位这么差 什么玩意儿 谁的品位这么差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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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开 让开一点 你这老变态 你这老变态啊 我的妈 我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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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没脑子的家伙呀 你放开我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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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放开我 放开我 啊 有 静静 你终于出现了 你之前去哪儿了 别提了 所以你上次真的误会我老板了 都是我那个土豆老爸搞错了对象 把黄徽当成了李欢 你们俩就别再吵架了 你们一吵架 我以后都不知道站在谁那边 就算那件事情是我错怪他了 那昨天的事情 我也不会轻易原谅他 我老大那是罪话 这不能信也不可信 我听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就跟他平时骂冯丰一样 怎么会是罪话呢 就算是 也是酒后土真言 好了 我都知道了 那是元宵调皮 他都受罚了 怎么 你真的不去看看他 不担心他 有女人 你终于来了 果然是个吃货嘛 看你这还想吃的样子 一时半会也死不了嘛 有女 你 你 开玩笑的 过来吃饭 好 妙女 对不起啊 是我错的 不错嘛 皇上都会道歉啦 看来站马步还真是很有用啊 妙女 你又拿我开玩笑啦 还是根本就没想原谅我 算了吧 反正我也没怎么样 我还揍了你八一拳呢 我听鳄鱼说 你见到拓拔将军了 还跟他打了一架 对 那个拓拔亮 就算他化成灰味也认得出来 只可惜 父皇他全忘了 而且他还不相信我 我相信 嗯 不过有的时候 某些现代人跟古代人 真的长得很像的 比如说 叶波 芬妮 还有我 我知道 可是他真的是拓拔亮 我认得出他来 可是父皇他 妖女 你可一定要相信我 嗯 来 尝尝这个 好吃吗 好吃 多吃点 你又在干什么 我 我看他睡了没有 睡了吗 睡了 睡了 吃饭了没有 那怎么行呢 爸给他嘴也往里塞啊 不不不他 他他他没事儿老大 他是我的儿子 我死了你负责 不是你让他饿着的呀 有病 闪开 老大老大 冯丰 谁让你来这儿的 我说了让你来我家 但没有像你现在这样出入自如 你又过来 爸 你小孩子不是物品 你放手 否则我告你虐待 这是我的儿子 不要你这莫名其妙的女人管 世人就不会这么虐待小孩子了 你放手啊 我为什么要放手啊 这是我亲生儿子 该放手的是你了 你又不爱他不想要他 但我爱他我要他 你放开 你已经病了 这是我儿子 放手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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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晕了 你死了啊 闭上个乌鸦嘴 快去附近 找私人医生 快点 快去啊 这就打电话 元宵 看你 赶紧准备个水还有毛巾 快点 元宵 元宵没事的 爸不在 元宵没事的没事的啊 元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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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不了了 我有点饿了 我想吃鸡团 香肠 蛋糕 还有很多很多呢 好好好 你现在刚刚好转 不能暴饮暴食的 先喝点牛奶好不好 好吧 来 干吗呢 她怎么样了 没事了 她说她想睡一会儿 你这折腾什么呢 做饭啊 她 她说她饿了 然后你不是跟她说 不能吃太多吗 我就想给她做个蒸蛋 你给元宵做饭 你能教我吗 不是她就好你这口吗 你 人家答应过 说是要给元宵做顿饭的 说是要给元宵做顿饭的 求求你了 好吧好吧好吧 我教你啊 我不是为了你啊 我是为了元宵 谢谢你啊 小转 轻一点 轻一点 否则有泡沫 蒸起来就不滑咯 轻一点 轻一点 坐 哦 对 细一点再细一点 我说了要这么细 看清楚那么细 切 胡萝卜丝要炒过 小朋友吃材会更容易吸收 三色蛋 简单易做又营养 特别适合你这种 厨艺不惊的新手爸爸 好吃吗 嗯 好吃 吃你做的就多好吃 嘴巴真甜 娘 不是啦 是我觉得我吃出了 真心的味道 谢谢你哦 不过这个蒸蛋 还真的不是我做的 是你爸爸做的 是他的一片真心 其实他刚才 真的很紧张你的 你们还是和好吧 他说我 怎么了 怎么啦 哭了呢 怎么了 是不是做的不好吃啊 这真的是他的心意呢 他做了很长时间 你怎么着 有点领情吧 不好吃 咱们就不吃了 爸爸 对不起 对不起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错了 我真的不是有意的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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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知道了 知道了 爸爸 我可能永远都见不到母后了 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我腻前做那件事 是为了让你开心 结果你也没开心起来 反而还不高兴了 对不起 元宵 你还是个孩子 虽然爸爸忘记了很多以前的事情 错过了你的成长经历 但是 你就应该无忧无虑地生活 这才是你的任务 你一定要快乐 像以前那样生活 做好一个小朋友 才是你应该做的事情 爸爸缺习了你太多的生活 但是爸爸答应你 接下来 一定会让你健康快乐地成长 我们每天都一起笑好不好 好 爸爸 我真的不介意 佛佛姐姐当我的后妈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那她就是后妈的最好人选 这 刚好了一秒钟 又乱说话 我还年轻 谁当后妈呀 是爸爸让我叫你要女的 说这样太没礼貌了 那我以后就要你要你干妈好 expensive 我考虑考虑吧 去 别别别别别 出来吧跟踪狂 我只是 做运动 大半夜做运动 慢慢跳啊 我先走了 来 元香说 幼儿园 不止家庭活动日 她想去春秋乐园 你明天准备一下 我去等一个人接你 我有答应吗 你不但是冒拍妈妈 而且还是妖女干妈 我不准你不答应 还你 反正你也不是什么冷血的坏蛋 对元香也还挺上心的 我也没想到 我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是 元香出世 让我领悟到 越是多在意 就越是多爱恨 我以前根本不懂这个 害我干吗跟你说这些啊 以后看你的时间吧 你有时间我还是希望你能够 多陪陪元香 你不是说我又吵又没叫呀 有粗棒吗 这么计程 我那不是醉话吗 还好我只是说了几句话 我要对你做了什么事的话 你还不得要我的命啊 你以为你没做过吗 我 我做什么了 你 你把我 懒得理你 你说话稍一半你 放手 不许跟跟我 你 跟我我明天就不去了 不是 我这 这个蠢女人 我到底做了什么呀 那请问您最喜欢的 卡通人物是什么呢 我最喜欢的卡通形象是 是吗 没看出来吗 那为什么呢 你不觉得哈喽喽喽很可爱吗 我从小到大 家里面大途都是哈喽喽喽 因为我喜欢粉红色 我搞啊 是这样 哈提 哈提 比较多远 还比较多远 我还要干调的 你不许可爱 给我的爱人 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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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不想收到 这些有的没的了 喂 叶波 我警告你啊 你别再偷偷抱抱 走这些恶心的事情 你的行为已经严重地影响到我的心情 什么 我 我没有啊 说是你会死啊 我 我真的没有啊 喂 我 我也不能打开 我们想要了 我们想要了 我 你怎么办 我们想要了 前世今生 难道我们要一直 这么相互虐待吗 看开点吧 不过是个女人 男人呢 应该为更宏大的目标进发 好戏就要开始了 你今天是怎么了 你怎么会来开刀我 想多了啊 我只是不想 好不容易得到的肉身 被你哭坏了而已 王龙口游管了 我熬了一个晚上 终于研究出了 心才是 熬夜原来是因为在想工作 你怎么回事啊 又穿得脏兮兮的 脱掉 这个就脱掉 你这样会得皮肤病的 你怎么回事啊 大嗓门是因为担心服势 辛苦了 辛苦了 来 我来帮你啊 原来是想帮人分担 是啊 看什么看啊 又不帮忙 又不帮忙 谁看你 自责多情 我坐在这儿就是帮忙 你这个店 现在生意好起来 大部分全是靠我 我跟你说 你应该让我经常过来 像我这种综合性全能人才 在你这儿任何一个位置 全都能够候不上 多有作为 哼什么哼 轻视我 谁能轻视你啊 你可是连牛 都做过 我都做过 不是 你什么意思啊 这 你跟沉静啊 谁 沉静 谁沉静啊 什么 什么牛沉静 不是 你说话说 一半就没意思了 快告诉我啊 就不告诉你 到底什么意思啊 就不告诉你 快告诉我 快 就不告诉你 别跑 不要 不 谢谢啊 嗯不要 你怎么会爱上我 你的大起大落 我的笑话笑过 你是传说 而我是什么 想不同 自己的疑惑 你怎么会爱上我 爱有一千万种变化 我不懂 是我脑袋空空 只能容下你 只容得下你 上辈子下雨是 生命轮回几次 爱有一千万种变化 我不求 有你就已足够 时间慢慢流 我们慢慢走 我不记我等你 等着你 别忘记 你明知道我刚跟我土豆老爸 吵完架 我可不想像现在这样跑出来 说吧 找我什么事 喂 喂 让我靠一会儿 你干吗老是看我油啊 翻起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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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他们自己不自知 但是表情真的骗不了人的 他们 我就是个大笨蛋 他自以为李欢会喜欢我 白痴静静 明白得对 就是在自欺其人 我自己也没差 冯凤是我的好朋友 又是你的女朋友 那你说 这样她是不是 就算背叛我们了啊 冯凤不是那样的人 可能是因为情不自禁吧 就像我喜欢冯凤 会情不自禁地付出所有 你喜欢李欢 会情不自禁地抛下所有 他们两个之前 经历了铭心刻骨的感情 所以会情不自禁地 重新在一起 在爱情面前 没有谁对谁错 情不自禁 那他们如果真的要在一起 那就快点光明正大地在一起嘛 我肯定会祝福他们的 我仁静可不是那种死缠烂打的人 你想思维一下 他们可能是对我们很有感情 所以不想伤害我们 那这些感情 就是我们两个可怜的人 最后的砝码 所以我们要在他们 做好决定之前 稳稳地抓住他们的心 喂 喂 喂 你别喝了 我看你还没有抓住他的心 就自己先醉死了 喂 喂 出租车呢 明明平时就很多 药的时候就全部消失 别动了 很烦呀你 你 你干什么 快还我 快还我 老河 出大事了 出大事了 怎么了 干什么 这张照片无论从角度构图 色彩搭配 都呈现出一种 无与伦比的和谐感 不错 不错呀 不是 大哥你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想起什么 不是 我只说 这看上去就像是一家人 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们本来就是 全地下来的一家人啊 我是说 真的一家人 嗯 一家人 没事了 不要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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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天气冷了 快 快快快快 快快快 宝峰 我的内衣内裤呢 昨晚给你洗了 你帮我洗内衣内裤呢 我又叫不动你 好的 天生丽质 比爸爸也好大啊 真的啊 这样真的好吗 你三天不洗澡的时候 我都没嫌弃你 谁说我没洗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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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爸爸妈妈 你俩能不能别心我爱了 我上学快要迟到了 爸爸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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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对不起啊 没关系 别动别动别动 你在想什么呀 想到都不觉得痛 很开心 没有 你在想冯冯是吧 你怎么会讲冯冯呢 你平时最讨厌她了 就是 我怎么可能想那个蠢女呢 最近你的病情稳定了许多 希望你继续保持 活在当下 是吧 加油 我去学校了 加油 你眼睛怎么红了 这是不是被我大哥传染杀眼了 偷眼 都关心事 关心人怎么还长讨厌了 大哥 真的挺厉害的 小小年纪 就能一字不漏地 背出三字经 还能歌善舞 嘴巴还超甜 这么逗趣的小朋友啊 如果写个续集 把它编写到里面去的话 那一定是很有看头的 阿姨 您又开玩笑了 身为你的头号淑米啊 我大力支持你 写拐皇的续集 我好期待呀 皇帝和你 妈妈 吃吃吃 你也吃一个 你这个孩子啊 就是怕我缠着冯锋是吧 她又没说要写续集 你在编上说这么多 你那热乎馨 你来替她写得了 我倒是很想写的 可是我就是没有 冯锋的才华 你说是吧 哪儿啊 阿姨 对了 阿姨 您博览群书 我有件事情想请教您 你说 中国古代民间 有没有一种东西 能让人失去记忆 每次一回想起来 身体就会发生 异常的变化 你看过类似的记载吗 看到过 好像就是 就是那个忘情水 还真有这东西啊 难怪柳儿 不过 我是在 那个野史资料当中 好想看到过 那您能不能说得 具体一些 比如解救的方法 这本书上面 只是提到了一下 不过没关系 我可以啊 再帮您好好翻一下 应该没什么 太大的问题 那谢谢阿姨了 李欢的病 让你操心了 你再为他找解药 嗯 我也是真的 希望能够找到 如果李欢的病 可以痊愈 那元宵一定很开心的 他爸爸不用再受苦了 你知道吗 元宵一直都很担心 李欢的病 冯冯 虽然我不想说 可从刚刚开始 你开口闭口 全是他们父子俩 是 你最近是跟他们在一块儿 可你不觉得你付出的太多了吗 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元宵他 对不起啊 你生气了 你总是为别人付出 我希望你多想想你自己 多想想我们 对不起 黄辉 黄辉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该说这些 我还要考试 先走了 回头找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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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